敲打 泼水 青年阶层从部落主要的溪流上游分成三组 同时用木棒敲打一藤 使其流出汁液 一藤的根含有一藤铜及研化物 可以迷分鱼类 然后它会流出一些液体在河里面 让鱼会游得不会那么快 青年阶层的捕鱼工作 在马蒙鲁加巴的带领下 从上游慢慢往下游移动 免到一个适当的地点就不断倒一藤 同时进行捕鱼 那我们是不开放给平浪鱼类去参与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拉 像那边有一条线正在做线 那我们会拉一条线 然后去做一个界线 也就是说这个线的上游段 就是这是专属加巴在补鱼的 那线的下游段 我们就开放给平浪鱼类 那以往我听到人家说是 当部落补够了以后 我们也会开放给铃进部落 你们就来捞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捞够了 部落百合鱼王公记 加吉丹表示 当部落完成收割 风铃祭结束前进行 主要也是洗涤大家身上的汗水 青年阶层传承生活技能 同时达成敬老尊贤 分享的传统文化 老尊贤 也有什么事 是计划 我都没给辞做 我们比辞途上 但是我们要发生 我们要求 和孩子们 所以我往都一部落 在家里面 还在家里面 经过一个上午的补鱼 青年阶层的鱼获丰收 回到会所并开始喷煮 供给部落年龄阶层享用午餐 演示新闻法欧人 台东成功采访报导